一位居民约翰·乌西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圣达非国家森林远族,在远族时听到一个人的呼救声,结果发现是一名米露的登山客。 约翰·乌西表示,那个人的嘴唇都已经干裂到流血,且舌头也肿起来,身体非常瘦。 他立即向救援队报告了该男子的位置,但等到救援队赶到时已经是两天之后,后来救援人员用毯子裹住登山客,并把他带出森林。 目前这位登山客正在当地医院进行治疗,且他的腿部受伤无法站立。 救援人员表示,从来没有见过能撑住这么多天的幸存者,这名男子具有很强的生存意愿,因为当他们发现他时,这名男子已经一个星期每吃东西,全靠和吸水存活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